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11月8日礼拜三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在他的专栏文章指出 毛泽东当初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 才将香港留给英国人继续管治 不了解国家在这方面的安全需要 香港将会失去一国两制的基础 施永青这篇文章引来了网络的舆论哗言 第二单消息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特区政府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立场 都是非常清晰 只要客户能够继续供楼 或者还款付息 在一般的情况下 银行都不应该追讨还款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亿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施永青书老板 他在AM730最新的一篇文章 为什么引来了网络这么广泛的传阅 因为他其实整篇文章 大半都没有什么特别 是最后那句 画龙点睛 我们看看他整篇文章 其实我也想反驳一下 他文章的前大半部分 其实都是做一些铺垫的 他就带了头盔 就说施政报告要将 基本法23条立法 视为首要的任务 然后他就开始教政府做事 就说那些赌士分子 不容易随意掀起事端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要防范敌人来袭 就要有新思维 要有新思维 是不是要找敌志愿 真的得淡笑 教政府做事 施老板 否则就会报错防线 然后他又说 香港国安法定定之后 美国想在香港挑起事端 将会更加困难 美国能够做到的 就是在国际上唱衰香港 要香港无法发挥北京 要香港扮演的角色 这个才是下一个阶段 美国来袭的主要战场 书老板 我要拼一拼你 第一 你根本上都分不清楚 23条和国安法 现在说的国安法 港区国安法 就是香港国安法 官方正式的简写 简称是香港国安法 不是港区 不是港版 香港国安法 一早已经有在 还定什么定一 还通什么过 在2020年6月30日通过 即日生效了 现在说的基本法 23条立法 他自己都一舊 你怎样教政府做事 还要向政府建言 会不会被你老点了 好了 第二 他说 美国现在最多可以做的 就是在国际上唱衰香港 这四个字 真是 好怀旧 大哥 唱衰香港 什么时候开始说的 这句话 九七之后 老董在立法会那里指控 民主派的议员去美国那里 那里 听证会 或者见美国的官员的时候 他说的嘛 老董 是吧 罵这个李柱铭 啊 啊 然后那些左部 也说 李柱铭是李汉奸 啊 然后一大堆 这些花名 指控 唱衰香港 老实说 香港呢 或者是世界哪一个地方都好 是好的 就唱不衰的 比如说美国那样 大把大陆人走去唱衰他 是不是 胡锡进啊 那些 唱到他衰 唱到他臭 但是一样 有很多大陆人 前仆后继地去美国 啊 所以 是好的 你又唱不衰 是衰的 也唱不回好 那下死 哈哈 你肯定说 要说好故事如何如何 你说好 要别人认证 觉得你好 才有用 你说好没用 是不是 所以真的假不了 假的 亦都真不了 那你就唱饱他 这个世界 就不是靠说的 要靠行动实践 是邓小平所说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不是打嘴炮 不要说唱不唱衰的 如果你 作为一个城市也好 作为一个政权也好 或者怎样都好 这么容易被人唱得衰的 你自己都要反省 这么容易 哇 八公八婆 七嘴八舌 就已经可以搞得定了 有没有那么软弱 是不是 你不见美国 被胡锡进唱衰 不见被那些小粉红唱衰 排队地去 一开放 好了 接着他又说 美国要香港 没有办法 發揮得到北京 要香港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所谓超级增值人 超级联系人 超级联系人 多少大中心 喂 这些东西是不是 美国先动手 你搞清楚这个次序 为什么美国会搞那么多 花款出来 因为2020年6月30日 以后出现的事干 那些外资 开始有所动摇 没有 那这些东西 你说入美国老数吗 是不是 为什么 2019之前 又不见那些外资企业走人 是不是 那时还有得和新加坡 叫做竞争一下 现在就不用了 现在你想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扮演了 在过去那三年 完全取代了 那我们看看 书老板怎么说 他说 相信特区政府 是不会因为怕美国的唱衰 而放弃23条立法 当然不会 一定立的 是不是 说得明白 又或者 是为了遷就西方的舆论 就放弃国安的原则 但是 如果是想说好香港的故事 就不能不先了解一下 说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 否则只会是 识得其反 令到誤会加深 本身就是一个 中西文化汇聚的地方 是容易贯通的 现在就是要把西方的一层 撕掉它 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 西方说什么 普世价值 说文明 说民主自由 人权 法治 那你说不说 这些 这些东西 香港人本来就很了解 到底他想说 谁不了解 他就没有说主语 他只是说要说好 香港故事 就要了解一下西方的文化 和价值观 他是不是说领导人 他就省略了 不说主语 下一段 他就说 香港要争取西方的认同 在政府的层面 已经是机会渺茫 但应该尽量在民间的层面 争取支持 否则我们就没办法再做好 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黄论是做超级增值人 你超级什么人都没用了 这些是你自己创作出来的词汇 但我想质疑 舒老板一件事 他说要民间争取西方的支持 小心 大家一定要警惕提防 如果还在香港居住的市民 他这样说 怎样民间争取西方支持 你带头去 舒老板 你带头去 这些事情是可大可小的 说明不可以勾结外国势力 现在还要全国去反间谍 抓间谍 你还去说什么争取西方支持 和西方有这么多联系 不要紧要 提出那些人自己去实践一下 你不要叫人做自己不做 没所谓 我对于这些事情没什么意见 民间所做的事情 自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你这些民间行为 到底有没有牵涉政治成分 你争取西方支持 支持什么 现在要提防颜色革命 你还去贴西方 现在说叫你去东盟 去中东 不去 最搞事就是 舒老板之前写一篇文章 又问特区政府 究竟现在要靠拢西方 还是要靠拢一带一路 施政报告已经有个答案 一带一路 但是他似乎 其实不满意这个答案 根本上他心底里面就是 想贴西方 但我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作为商界人士 好 我们看他最后一段 这一段 精华之所在 他说 毛泽东当初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 才把香港留给英国人继续管治 不了解国家在这方面的安全需要 香港将会失去一国两制的基础 好 他这两句说话 我就觉得 有一件事 是可以省略了他的 就是安全 安全 什么安全 老毛当初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是不是 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 就将香港留给英国人管治 你不要现在 因为兴起说这个国家安全 你硬堵塞下去 以前老毛时代 哪里经常提国家安全 没有什么怎么说 周总你也没有说 现在你硬硬地活剥生吞 就不对 他不了解国家在这方面的安全需要 不是安全需要 是利益需要 应该换了安全做利益 就对了 好了 说回他这两句 他说 老毛当初将香港留给英国人管治 对 这句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为老毛和周恩来 当时对香港的政策是怎样呢 可以用16个字来归纳 就是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 故此引申出 暂不收回 维持现状 所以就是 要把香港留给英国人管治 故此六七暴动 搞到五上下 又生人密近 同胞密近的时候 去玩菠萝 就被周恩来叫停了 是有这件事的 不过后来 杨光也是 颁了一个大纸巾给他 所以 老毛当初就是为了 利益 没有收回香港 也没有继续搞下去 他继续搞下去 历史又没有如过 可能搞到很翻天覆地 也行 澳门就是这样 1966年的123事件以后 其实 当时的 澳督的势力 已经是没什么了 经过了1232事件 差不多大陆就打光了 故此澳门人 就已经很顺化了 但是香港就叫停了 这个暴动 故此他说这句就对了 但是他第二句 我就不知他写给谁看了 他说 不了解国家在这方面的安全需要 香港就将会失去一国两制的基础 第一 一国两制 究竟外国还相信 西方社会相不相信 第二 喂 你说给谁听啊 这句话 你是不是在讽刺今上 哈哈 你根本上 就是指桑骂怀 借股奉金 很明显 不是你写给谁看的 因为老毛为了国家安全 就被英国人管香港 我想全香港无分黄南 什么阵营都好 都是很怀念英国佬的管治 这是必然的 因为人家是做得好嘛 死咬都没用的 有些人就说 从开埠开始计算 多乱鱼 从九七之前 打上三十年开始计算 就对了 从麦里号时期开始计算 计算什么 计算这么远 战前也计算 浪费吧 是不是 的而且确 在英国人的管治下 香港是进入了黄金三十年 很多市民都是怀念这个时光 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后 已经有两件事坏了 一件事坏了 一件事坏了 一件事是母语教学 搞得那些学生不懂英语 那些英语水平大幅下降 第二个就是餐餐吃鸡 吃鸡真 后来做了世卫的干事长 一开局都已经坏了头 本来英国人遗留下来的政策 你不辨计他 就有了他 都没所谓的 你又要当家作主 一会又要搞这些搞老搞坏了 那现在就坏了 按照施老板的说法 喂 老毛当初为了国家安全 就将香港 留给英国人管 那现在 喂 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 到底你施老板 心底里面那句是怎样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难道你想香港交给英国人管 他要写得清楚一点 我不知道他写什么 他说老毛 为了国安 就将香港留给英国管 那现在为了国家安全 应该怎么做呢 他没有说的 这些就是 留白的艺术 但是你也不妙了 你真的写到这样 我就会理解 为什么 书老板近期 他写的那些文章 真的很露骨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他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转变呢 就是自从爆出了 中原在大陆 被那些发展商拖欠佣金以后 他就开始不停写这些文章 然后就被人上深圳的地产中介 那些经纪佬 走上去他的写字楼那里 维权 示威 他很没面子 堂堂大老板 再加上有十亿美数 是十几亿的 不止十亿的 哈哈哈哈 就是谁都生气的 我会理解的 是不是 因为大难难不见了十亿 因为很简单 这些生意佬的角度 他那十亿不是虚了 不是说在他的口袋里面 跌了十亿出来 是他应收而未收的 他都觉得是切了他的肤肉 一定很肉赤的 所以他有这个转变 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时间点 就是在这件事 爆了一部分 他就开始 不断命 他判斾掉 但是 我想他十几亿也很难收る 他自己也清楚 他入稟法院 判你贏 你都不知道排到第幾 有優先次序 放此在その ули bor我没有钱 如果散了 你着理解 接著我們看看另一宗消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市民供樓的能力仍然穩健 現在平均供樓開支佔收入比例不足四成 斷供的比例也低於0.1% 相信物業市場有罪調整 又不會造成系統性的風險 對於金融風險其實無需有過激反應 特區政府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立場都是非常清晰 只要客戶能夠繼續供樓或者還款付息 在一般情況下銀行都不應該追 以往比較少見作為財政司 即是財政司 走出來指導銀行 以前是不會的 公開不會說這些說話 有些媒體說 陳茂波就是向市民派定心軟 我又不是很看得到陳茂波在講完這番說話以後 怎樣會令到那些本身對於樓市 是猶而不決的市民 增強信心 反而你這樣說 以往的官員 你看看是否唐英年也好 曾俊華也好 沒有出來說過這些 你說 那些銀行不應該call loan 你說這句說話有沒有法律效力 或者對於那些銀行有沒有約束力 如果你說大陸的財政部長出來說 可能是指導思想 那就應該是有些份量 但你說 以前有個局長就告訴黃慧基 你去搞電視台 那個牌子就行了 黃慧基又開了廠 買了那些4K的器材如何去拍 簽了一大堆藝員回來 就簽了一大堆藝員 你說 銀行不是你開的 是不是 波叔 到時問誰 所以我不看得到他講完這些話之後 怎樣會增強得到市民對於樓市的信心 另一件事就是說 喂 銀行什麼時候會去call loan 一般情況下 我用回他的術語 就是當那個業主斷工了一段時間 通常不是一個月的 不止一個月的 不會說一個月就馬上call loan 因為你call loan 到最後如果那個業主崩潰 搞不定的就會變成銀主盤 就很麻煩 大哥搞很多手續 如果你可以還回來 他最多佛息 你遲一期 是不是 那就搞得怎樣 通常都有他的 那就搞不定了 斷工了 那就call loan 直至 好了 現在有什麼情形可以call loan呢 就是股價 不斷地下跌 你就要追回差價 現在有些財仔 就是這樣做的 那些就不是銀行 那些是財務機構 很高息的 因為那些人用呼吸筆去買樓 是有這個情形出現 那些又不是銀行 但是追回他 那個差價 已經是有這些個案出現了 現在陳茂波就說 你銀行在一般情況下 都不應該追回 是不是在說樓價下跌 導致股價下跌 那個股值 好了 你就是叫那些銀行 不要追了 話說他已經跌破了首期 跌破了 也不要追 是不是這樣 是否make sense 這件事 大哥 如果銀行要撲水的時候 那怎麼辦 你不要追 那些銀行 會不會聽你怎樣 另外呢 陳茂波又提到 樓市減納以後 市場反應冷靜 就是好事來的 那真的厲害了 你問一下那些發展商 或者那些二手樓的業主 是不是覺得是好事 減納之後 都還是這麼冷靜 連那些少少的反彈 都不是很見得到油 你還說是好事 只會令到那些 地產商發展商 繼續向特區政府施壓 麻煩你減了 剩下那些 因為你減的剩下 市場的反應都是這麼冷淡 那怎麼會是好事呢 是不是 因為你托不到 價錢是 其實對特區政府 都未必是好事 因為你要玩高地價政策 現在不能搞 那些地產商都不投 玩到你流標 那你怎麼搞呢 怎樣高地價呢 低地價就有現在 那舒老闆又有話說 關於減納的問題 他就說 施政報告公佈以後 兩個新盤在一手市場推出 銷情都非常一般 第一天賣出的單位都不及推出的三分之一 其後再推都推不動 那又增加了一批貨美 二手市場就交頭依然淡靜 那 所以呢 那些二手樓的業主 大多數都不是減納措施的受惠者 而且成交的大部分都是小單位 買家就是以本地的用家為主 入市主要是因為有剛性需求 和減納措施拉不上關係 他都開始營造的氛圍 我都說的 減納都不夠勁 好了 他就說 不能夠因此認定減納措施 完全起不到什麼作用 然後呢 厲害了 他說一份好的施政報告 最大的功能就是要改變到市民 對於未來的理性預期 如果達不到這個效果 就只能夠讓施政的效果 慢慢顯露出來 不會有一下子的爆發力 即是他根本上 在寫著曲筆 而他呢 厲害了 在這個文壇上 快追得上 陶財子啊 大佬 厲害了 這個書老闆 哈哈 又曲筆又留白 喂 你這樣繞個圈去踩 李家超 你說好的施政報告 就能改變到市民 對未來的預期 要對未來充滿信心 現在沒有了 他說達不到這個效果 就要等施政 慢慢顯露出來才行 你說他弱了 是不是 你用不著捨得這麼偉軟 你都被人看穿了 唉 你這種橋段 哈哈哈 真是搞笑 又說要等施政的效果 慢慢顯露出來 慢到什麼時候 2047 2047 那些地契都棋 哈哈哈 唉 我真的不知道 他說不會有一下子的爆發力 當然不會有 就是 市民對於未來的預期 怎麼改變呢 因為你所有基本因素 都是向下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因素 是好的 又加息 你撇除政治因素 連經濟因素都是差 你那些進出口又下跌 是不是 各行各業又 在喊救命 尤其是飲食業 零售業 有哪些事情是好的 政治上更加不用說 現在五光十色就很厲害了 那怎麼辦 還怎麼爆發呢 話又說回頭 其實施老闆看的事情都很準 他早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已經賣出了兩個 寫字樓的單位 但是那時候他還在吹 一月通關以後 就有這個小陽春 他一邊唱好一邊出貨 所以呢 厲害的 值得他賺到這麼多錢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